HELLO 各位好,繼續回到Pokemon的激進行 今次繼續打紅蓮道館,打黑伯 上次說到他一開始就會有一隻煤炭龜放在這裡 所以我們先要解決煤炭龜 首先我們先...咦,原來有隻還沒升 好,我們先升,順便講講這個戰術 其實黑伯這個組合都相當難打 因為他有奇異花做一個天氣手 吃這個晴天的效果 因為他自己有葉綠素,所以整隊都很快 所以要怎樣打,其實都有點麻煩 唯一可能要做的就是要拖走天氣 第一個要拖走天氣 第二個可能就是要... 將那個岩釘,即是不要讓對手放到岩釘 我想應該整件事會好很多 但這個始終都...要試一試那個攻擊夠不夠 對,譬如可能... 用打擊位究竟可不可以一下子打死煤炭龜呢? 或者是用其他方法可不可以打贏他呢? 對,這個就要看看了 哎呀,升不到呢,色翼王 色翼王要招龍之波動其實不錯的 但我不知道龍之波動在哪裡呢? 你看看,連豬都打不贏了,真可憐 連豬都打不贏了,真可憐 其實應該是Mega 打野怪都要Mega Mega進化啦,色翼王 人家那些什麼劇情裡面呢? 可能在動畫片裡面 差不多打管豬的時候才會Mega進化 不然就浪費了那些製作費 每一集都在Mega進化 浪費了些錢,會不會 浪費了滑的時間 好,我們來了 首先我們先看看 他第一隻是煤炭龜 我們首先要試的就是用 打擊鬼能不能一下子打死他 對,這個就接近星決擊 對,不行了,接近一半 我記得上一次最高攻的技能 應該是用暴世龜的雙刃頭鎚 我們這裡可以再測試一下 暴世龜的雙刃頭鎚 因為他這一下呢 好啦,避開了 我沒話說 他避開了 我還打算說很有型的一下子撞死他 對,之前暴世龜可以打到近至紅血 但是呢 在這個76就沒試過 希望可以 差一點 真的差一點 那暴世龜其實真的差一點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加回攻擊 好像沒有 真的 又有命獄 但是命獄很痛 我想到了 我突然想起 我的暴世龜好像還沒練到力值 這裡其實可以練一練 這裡給大家看看 暴世龜是全部錯了 其實幫他練一練其實會有很多 只需要一點點 可能幫他練大概70-80努力值 攻擊努力值就會打得死 打得死煤炭龜 這裡我就試一試 好,回來了 現在我們的暴世龜 已經將他升作252的攻擊努力值 其餘那些其實還沒足以令到總和510 但是不要緊 這裡只是小問題 有機會再練 因為其實我想不到暴世龜應該配什麼 就沿用回血 留下血和速度 其餘防禦特攻特防 我就剷除了 好,首先試一試 應該就沒問題 251攻 都非常高 一下就一定撞得死煤炭龜 先拍手 已經撞死了 煤炭龜 對了,拍手 有 OK 好 陽光很猛烈 因為奇異花要職業綠素 所以就馬上出來了 天氣很難搞 終極吸收就死了 不要緊 終極吸收 這裡其實我們可以用打擊位 打擊位 我們用重踏 氣象球 火系的技能 這招火系差不多是150攻 好像是150攻 還是不知 100攻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氣象球 這招技 還是不夠化 沒辦法 這裡可以用兵砌 或者用大狼犬的特集 應該可以撞死 我覺得撞死 撞死 哇 竟然撞不死 沒有辦法了 這裡要重開 唉,有點麻煩 雙眼頭鎚 這裡其實暴細龜可以死亡 或者開岩石打磨試一試 那沒有了 這個時候我們用 什麼呢 我們用打擊鬼 用打擊鬼的重踏 或者用起死回生 也可以 起死回生 直接 哇 厲害 這一下 不如喜歡吸收都沒有我 因為一滴血 他這一下反死自己 因為他是命慾 對 命慾 這個時候我們 他很大機會會出火暴獸 我們看看倒電飛鼠 講究為根 我們用倒電飛鼠 是不是呢 倒電飛鼠 火暴獸 我們直接用放電 希望他中到麻煩 不夠快 竟然不夠快 這裡 不是吧 他 他全速 難道我跟他抽 應該不是 應該我都是慢過他 是不是 我多少呢 我76 我76呢 他多少呢 他都是76 有機會我是慢過他 直點 這裡突襲 突襲都不夠快 突襲 好像用了 噴火 他先制嗎 這麼過分 這個 這個是我預算之外 什麼事 經過我剛才的測試 他的火暴獸並不是因為速度比我快 他是因為噴火變成先制技能 應該就是 應該就是 因為我剛才試過4次 至少 4次裡面 我的突襲都沒有辦法成功打到他一下 我的隊伍裡面 只有神速這招技能打得中他火暴獸一下 那突襲是完全碰不到他 亦都排除了這個先制之爪的可能性 因為我記得突襲好像是加1 先制度 這裡要檢查 噴火很大機會是先制了 這裡非常麻煩 對 這裡噴火玩了 因為我整隊 起碼沒有哪隻可以頂到他噴火 真的 真的沒有哪隻可以頂到他噴火 火暴獸玩了 對 基本上沒有天氣他都是照噴火 怎麼搞的 這裡可能要找一隻 抗火的來抵抗這個火暴獸 否則真的打不贏 好 我們來到這個研究室 你會看到有一個管主 但我沒有打到 就是這個 成都的 降系管管主 這個 硬物 但如果正常 照音 也就是這個 墨金 這個 降系的管主 我們首先看看其他人 知識 叫大量知識 那些人經常帶著稀有的精靈 來作為對我們的考驗 我這次買過 買一些精靈頭 好 第二道呢 還有一隻劍盾 他要加2Q 他加換2Q給我 OK的 但我沒有了 不知道誰找劍鬼 一枝什麼 什麼虎牌 喂 有精靈中 有精靈中 收到我的機器 這個呢 很多人 對應傳說中 什麼 石頭對應傳說中的精靈 什麼 順風超角的輔助力量 暗影潛衡 重冥十萬馬力 十萬馬力 十萬馬力厲害 暴彩龜色 但沒用 波導彈熱風暴風 這有些機 下個 暴力沒有找換長毛巨魔 OK的 其實都OK 但我找不到 不知道哪裏有 暗半戰修 我沒有暗半戰修 三魂神 就是那個 雷電魂 土地魂 還有 忘記什麼雲 好 我們首先打這個 鋼系管主 OK 大鋼蛇 水流獵破 水流獵破 嘩 鋁鋼龍 岩石呢 雙刃頭上 龍星群 其實他放了岩釘也很麻煩 因為 岩釘 這隻可以用打擊鬼 然後用 近身拳擊 他這樣 走走才可能要 兵砌 鐵頭沒有中到那麼神速 不錯 鋁鋼龍 我們可以走 因為他一定用什麼龍去攻擊 我們這裡也沒辦法 就走了 用彈圈 加龍光炮 大鋼鬼 近身拳擊 繼續 黃蟹 比錄 梅塔 重打 大鋼蛇 我們可以繼續 我們可以用劍尾 頂一下傷害 地震 應該打不死 OK 打不死 這裡我們用近身拳擊 直接打爆 OK爆了 劍鬼 重打 影子偷襲 影子偷襲 我們用兵砌 用電磁波 暗影球 可能要輸了 光碟 暗影球 能量球 飛翼風波 打不死 我沒辦法 我們先用打擊鬼放在頭上 因為他的放釘太麻煩了 霍尼托斯 轉過來 近身拳擊一招 坦凳不行 他是不是可以打一隻 鋼鐘 這裡應該是飄浮 飄浮 通常用飄浮多於過熱 大鋼蛇也是打不進 我們先用劍尾 有劍尾 吹飛 他的手段都很多 真是 我們導電飛雪 轉走廣告圍根 又是放釘 唉 暴世龜 全球 青銅 青銅也是打不贏 會地震 雙人頭 巨鉗螳螂 不是吧 不是吧 叫炎堂怎麼打 忍心拳擊 兵砌我神速 自爆慈怪 哇 他整隊都是這樣換 難搞 導電飛雪 要馬被流 他地面是 不要這樣 不要出大幹射 可以嗎 廢爾托斯 大爆炸 OK 他沒有放釘 我們用打擊鬼 美魯梅塔 我們可以先用劍尾 雙燈 兩招技 哇 衝刀 一二氣屍會生殺 氣屍會生殺 氣屍會生殺 子彈拳 OK 兵砌我 兵砌我 兵砌我用 伏特攻擊 水星拳 轉一轉好像比較安全 轉一轉 轉做大狼犬 哇秒殺 暴世龜 水流獵婆 水流獵婆 無禮輸了 神經病 一下打完 完全不夠打 整隊降系 我沒有火系打 火系有哪個火系厲害 火哲雞 火哲雞 其實他加到格鬥又不漂亮 加到格鬥屬性又不漂亮 我覺得 因為又會被飛人黎黑 火系恐佈 霹人火一會 இர 火系恐佈 快點 火系恐佈 這五 弱 這裏我們可以用的是大樓犬 突襲 突襲 咬碎 蠻敵 秒了,不要緊 近身決擊 這裏我現在是扣了一個防禦 它應該是比我快 它應該會用瑞星拳或者子彈拳 我搏它用子彈拳 我覺得它會用先制技 應該打到一半拳 打不死,這下高傷,起碼打到紅穴 露卡神速,不用問,一定有神速 一定有神速 這樣我們可以用兵砌裏線 我們用... 什麼技都不行,Digipo 近身拳擊OK 沒中到 Digipo 打不中它嗎 沒理由,終於中了 這裏雙方都有神速,可以用伏特攻擊嗎 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 不錯 不錯 波池有多了 好像是岩石,岩石有多了 電磁波 電磁波 電磁波、電磁波、電磁波 中了 不錯 但也可能未必夠打 浮世龜用... 龍鋼變了... 龍鋼就麻煩了 灑王 陽鋼,麻煩,麻煩,麻煩 麻煩 灑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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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開著,這裡有能量球 因為他有龍爪 龍爪 我們不要浮世龜 一樣 這邊直接開了Mega,再開動 燃光 麻痺,麻痺 麻... 咳咳 整隊不夠打 這個其實是最有機會的,但可惜還是打不停 好了,我們首先打這個降系道館 上次忘記了打 打完這個才回去打下巴 然後我就研究了一個戰術 跟他打 首先他第一隻出一定要是廢列托斯 然後我們用放電 最好的辦法就是馬背打不到人 但是他大爆炸 我們可以慢慢試試看 試試看什麼時候才可以放電那一刻 然後可以馬背 也成功令到他不要出技,那就最好了 他現在大爆炸就不太好 雖然一換一都不錯 因為始終我沒有技能打廢列托斯這麼強的精靈 我沒有火技 有火技的話就可以秒 但是沒有火技就差一點 這裡 打趕射就打不贏 好,我們再看一隻就算了 不要在那裡 不要在那裡弄 出廢列托斯來吧 行了 沒有麻痺 那算吧 之後我們用打擊鬼 用結尾 Double Iron 不知道是什麼降技 不是,說這裡秒到我 繼續吧 放電 麻痺 不錯 然後再用放電應該死了 這隻廢列托斯 自爆磁怪 繼續吧,繼續用放電 撲擊 沒死了 OKOK 撲擊沒死 加龍光炮差不多死了 又收走 換掉金掌 非常好 可以多電幾下 不錯 這裡用大狼犬 用咬睡 應該死了 啊,我不夠他快嗎 不是吧 不夠他快 那我們用 哎呀 這樣就虧了 這回合 明明這麼漂亮 伏特攻擊 瑞星拳沒有中 伏特 不錯 嘩 整個廢列托斯 一下大爆炸就虧了 伏特攻擊 應該打不死 進也進不了 隱形鴨 隱形鴨就虧了 我的打擊鬼牛 哎呀 還被他打多一下 沒有了 又輸了 所以其實這一隊就是很難打 最好就是剛才的開頭 因為 麻痺到廢列托斯 還有 我們 看看他的機率有多高 放電麻痺到他 而又令到他不動的機率 哎,馬上可以了 行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放電 加龍光炮不怕 他一時是要的 要是用加龍光炮 要是用那個 撲擊 好奇怪 因為我咬死 咬死了 那 廢列托斯 就 不能搞 虛將星勢 麻痺再加混亂 打自己 又是用SL大快去打贏他 解除混亂 不是吧 第一回合而已 不用這麼快 好啦 這裡 繼續去一張星勢 一開頭 咬死 打自己 哎呀,好球 搞定 收走 換美露貝塔 換美露貝塔 我們用兵砌我 行不行呢 但我怕他打死我 其實 因為他這裡很大機會用降技 他用降技 我們用兵砌我 應該頂到他一下 我們換一換吧 換成暴世龜 因為暴世龜 始終暴世龜在這裡沒什麼用 我覺得 這裡他降了一級的 我們用近身拳擊 OK 這裡用起死回生 對了 我還沒扣血 所以打不到很傷 近身拳擊 這裡是用飄浮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近身拳擊 或者是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起死回生 OK 子彈拳 扣得那麼少 搞錯呀 扣那麼少 這裡我們槍兵砌我 伏特攻擊 睡醒拳 這裡一定要神速 沒得選 打色鬼 嘩 後面很少 沒辦法 這裡突襲 波士荷多拉 咬嘴 又不夠打 波士荷多拉打不贏 神經病 他四倍抗草 因為他有鋼系 有龍系 唉 這裡有點難搞 鱗 鱗 near 屋 那 死 二